比利时经典漫画 丁丁历险记 身为记者的主人王丁丁 个性勇敢又机智 头上总是翘着一撮头发的她 带着爱犬迷路 到处冒险打击犯罪 才在紧急时刻跳下火车 深入海底与鲨鱼共舞 甚至搭火箭上太空 比现实中的人类早19年登陆月球 这位欧美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 1929年1月10日 在比利时20世纪报 双周连载上诞生 展开了他们的首趟旅程 丁丁在苏联 转眼间当初坐着火车 到苏联的丁丁与米鲁 满90岁了 这段时间里 丁丁历险记系列漫画集结成册发行 先后被翻译出70多种语言 全球销售超过两亿册 除了改编为动画 还曾经被好莱坞导演 史蒂芬史批薄拍成电影 拿下第69届金球奖最佳动画 2019年90岁的丁丁 也将推成初心 这部将推出数位版的丁丁在刚果 其实一度面临禁止出版命运 这个故事得从丁丁历险记之父 禀名为爱尔吉的比利时漫画家说起 生于1907年的他 十几岁开始学习插画 22岁在20世纪报工作 以44天环游世界各国为灵感 创作出丁丁这个角色 只不过当时为了让报社老板 宣传政治立场 他的一些早期作品 在日后被指控涉嫌种族歧视 比如说这部丁丁在刚果 在这篇故事中 丁丁来到1960年前 仍为比利时殖民定的刚果 教导当地人认识祖国 招质疑赞扬殖民主义 并且描绘具有种族歧视的各种偏见 2007年有刚果人 向比利时法院提出控告 要求把丁丁在刚果列为禁书 虽然有种族歧视之嫌 但是比利时法院认为 由于这篇漫画 是在1931年殖民时期完成的 作者埃尔吉并没有故意歧视他人的动机 因此驳回指控 虽说创作归创作 政治归政治 但是有人质疑 政治欧洲极伦主义和民族主义崛起之际 宣传这部正义漫画 时机似乎太过敏感 恐怕也让丁丁90大寿 在纷扰中度过 好 刚刚看到的是丁丁历险记 不过听说 如果你漫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街头 转角就会遇到丁丁 或者是蓝色小精灵吗 对 是的 确实在1991年之后 这个当时比利时 他是一个环境部长 他就提议 倡议说 我们有这么多好的漫画 我不要只看书 看电视 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建筑上面 开始做卡通的漫画墙 一直从91年一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超过三四十幅 像这样的大型壁画在 布鲁塞尔的街头 到处看得到 布鲁塞尔它的观光局 还帮你做了一个专门的导览图 你可以顺着这样子去找寻 对 所以 不是只有去看妙妙小童 妙妙小童反方向走过来 到处就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一个作品 所以它变成是街头 大家开始是寻宝 我是开始看漫画 然后开始沿路走 不仅有丁丁 蓝色小精灵 各式各样都有 实际上他会选择漫画 是因为它是多语国家 画画是比我们的语文 跟文字更好沟通 我可以把很多的东西 放在它的印象里面 所以它还是有它的 这个历史背景的 它叫地球艺术 咚咚咚 不过我们刚刚既然讲到了 丁丁力显记 因为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能对蓝色小精灵 比较有印象 丁丁力显记我们也来看一下 它的作者是埃尔吉 它问世的时间是1929年 而且可厉害了翻译的语言 超过70种 发行超越三亿册 而且史蒂芬·史皮博 还把它改编成电影的时候 还得到了金球奖最佳动画奖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 长崎就住在比利时的吴老师 到底漫画对于比利时人 有多么的重要 比利时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也是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它很容易去吸收 外来新的一些艺术 因此在Yung Ray 在丁丁力显记这个作者 他创立了这样丁丁一个角色 同时他也把漫画去跟时事结合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丁丁在西藏 丁丁在苏尔 丁丁甚至于在美国等等的 像这个就是丁丁在西藏 对 丁丁在西藏 比利时的家庭也会去买 这些刊物来收藏 同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也会买这些有趣的漫画 来当成礼品送给其他人 更何况现在又有动画了 比利时也有博物馆 然后也有专业的漫画学校 然后每年他新出版的漫画的创作 多达五千多册 因此就让这个漫画之都 得到名正言顺的这样一个定位了 是 听到这里 两位老师精彩的介绍 就觉得比利时漫画之都 好像又是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战 必有之地了 好 稍待一会我们再回到提官点 今天我们对于英国王室 还有比利时王室 都做了精彩的介绍 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张开文 我在提官点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了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